大家好 我是Esther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肉醬意粉 即是Bolognese 香港人很多時以為肉醬意粉只是用牛肉 其實不是的 意大人會把牛和豬混合一起煮肉醬意粉 不過做肉醬意粉也很花時間 今天我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簡易版的肉醬意粉 5至10分鐘就可以做好了 我們可以買到一些面製的牛肉 去超市經常都可以買到 如果去一些西式的超市場 我們會買到這些香腸 他們叫做薩薩茶 我們稍後會把腸衣撕掉 拿出豬肉出來 用來做肉醬的材料 它跟普通豬肉有甚麼不同 其實它做了薩薩茶 會有少許調味 而且絕對是Made in Italy 味道也特別不同 首先預備一鍋水 我們會煮意粉 水滾就加意粉 加少許鹽 不需要加油 個人的挑事就是 我們加意粉 例如包裝袋 這次的意粉是9分鐘 我們會把意粉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等它煮起 煮起之後 大概1分鐘 再等一分鐘 我們就關火 繼續計時到第9分鐘 其實完全沒有開火 第2分鐘開始 都可以煮得到很好 很正式的意粉 水煮滾了 加少許鹽 加意粉 記住 有些人煮意粉很孤寒 加很少水 其實我們煮意粉 最重要是煮至少 一半以上的水 因為煮意粉 因為它會有很多澱粉 黏著 加很少水 它就會黏在一起 我們其實要在煮的時候 它現在也有空間 讓它煮沸沸沸沸沸 它就不會黏在一起 好了 現在我看到它煮起了 開始輕輕地 拆散它 讓它不要黏在一起 接著我現在就會計時 1分鐘 1分鐘 我們都輕輕地檢查一下 意粉沒有黏在一起 我蓋上去 蓋上去 我現在就關火 開始跟隨意粉的包裝說明 9分鐘 我就不理會它 我現在就切了蒜蓉 我們現在切了一些白菌 好了 我們現在切了一些香噴噴的蘿蠟 都是切絲 切絲 好一點 待會有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剛才說的鱘魚 就把它拆掉 這些鱘魚魚 你們就要去一些 專賣意大利 或者買Gomain的凍肉店 才可以找到 我現在切碎這些鱘魚魚 先把猪肉放入 剛剛好 意粉已經煮好了 我現在就開始煮意粉 看看我沒有開火煮的意粉熟不熟 剛剛好 不要說太多了 馬上隔水 先放蒜蓉 再放剛才的薩薩茶肉 再放免治牛肉 好 差不多八成熟了 再放蘑菇 放少許黑椒 加少許鹽 再放少許鹽 聞到很香的肉味 加上蕃茄醬 蕃茄醬可以買到超市已經製造的蕃茄用 我自己就喜歡買一瓶瓶的 多數都是用西麥山爐的蕃茄去做的 再放進去 在意大利 你看到西麥山爐的蕃茄用 大概很長身 樣子看起來很漂亮 不同我們平時在街上買到牛茄的 非常長身 意大利人說 用它來做意粉的蕃茄醬 是最棒的 很多汁 多汁 有蕃茄的香味 記著加少許紅酒 讓它顏色 變回少許 沒有那麼鮮色的蕃茄色 就像我們的肉醬 意粉的肉醬 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候 再煮它大概5-6分鐘 讓它的醬汁更濃稠 一開始聞到有些紅酒香 有些蕃茄香 有些複雜性 現在做傳統的肉醬意粉 起碼煮一個多兩個小時 這個其實省了一個多小時 其實也挺好吃的 不妨可以試試 醬差不多結身很多了 這樣就調回小火了 加上它的靈魂 Basal Basilico 這些叫做 意大利的Basilico 香草 也是這個肉醬意粉的靈魂 我們現在就加上意粉 好了 把意粉都加進去 咦 你看到為什麼 好像收乾了身 真是閉加火 慢手腳 我們要記住 意大利人的煮意粉水 是不會倒的 這個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 煮意粉的水 繼續放進去煮 讓醬汁 可以調校到你喜歡的稀稠度 加上芝麻醬 就可以上碟 簡易版肉醬意粉 也不失禮 這樣也不失禮 我們就上碟 看看意粉 夠不夠 最重要 動作要快 醬汁也不要煮太久 一分鐘之內就要完成了 煮完的時候 都會搖一圈的橄欖油 令到橄欖油的香味 和肉醬混合 其實很奇妙 我們現在放一點 巴馬桑芝麻醬 上去 吃的時候 就可以一路 剛剛的巴馬桑芝麻醬 融化 和肉醬一起 很棒 其實有很多用途 曾經用它來蒸肉餅 都可以的 所以買一包 就能做薯米糕 例如是酱皮草 炒香腸 平日也可以當作是香腸 煎來早餐吃 也可以用來做意粉 甚至乎可以加入中式的烹調 也可以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鐘